首先我们将这绳 折完之后 上面这个绳 给它围绕这个绳圈 插入两圈 然后将这个绳 给它拧个反扒 将底绳奔着给它勾出 勾出之后 我们往下拽 给它挂到汽车的底勾上 它会越拽越紧 受力 宁舍不开 收尾也非常简单 将这个绳 插入一圈 把它奔着块给它双折 撞过 我们收尽 受力 安全老高 你学会了吗 我们首先 将中间这个绳 先给它打个插 打完插之后 我们将花盆 给它做到这个打插处 再将前面的绳 奔着一个绳圈当中 给它撞过 撞过之后 我们给它剔开 拿到花盆的这侧来 此时这侧就形成两个绳兜 然后我们将这个两个绳兜 给它打扎到这个绳上 将这个绳 给它收起 然后我们给它拉伸 收紧整形 这是整理后的效果 我们将花盆 给它吊起来 不占空间 美观结实 特别是碍眼花的 非常的安全老高 我们这样捏住 捏住之后 大家看 我们在后面 就是在这个绳子的下面 这样做一个线圈 做一个线圈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圈调整一下 我们这样再次捏住 然后把这个线圈呢 用两个手指这样撑开 大家看 用两个手指撑开 开始给它缠绕 缠绕一圈 这样扭一下 缠绕一圈 这样扭一下 熟练之后 非常的快速 我们缠个竖圈之后 大家看 我们这样双向的拉紧 双向拉紧 这样就完成了 一个快速绑勾的方法 主绳 双折叠 压在这个防扇网角 然后我们将这个防扇网 折叠回来 将这里稍稍撑开 上端自然而然 就形成一个绳 主绳 从绳尔中窜过 顺时针围绕这个防扇网 缠绕 在受力的情况下 它牢固 可靠 不缓节 而且操作起来 也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一下 缠绕三到四周都可以 这个主要看我们 预留绳头的一个长短 缠绕完之后 将绳头双折叠 穿过这个防扇网 然后我们拉紧主绳 这样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效果 非常牢固 可靠 不缓节 很实用 当我们不需要想解绳时 只要轻轻的一拉这个绳头 瞬间开绳 是一款非常实用的绳结 无论是防扇网角 塑料布 还是扇布四角 都可以用那个方法固定 主绳 折扎着过形成一个绳圈 然后将副绳 不要绳圈缠着一圈 再将副绳 双折 刹绳圈当中 我们收紧主绳 当主绳受力时 它会牢牢的锁紧 硬舌不开 而且解开一方面 你拽着开 号称绳结之王的万能结 打法极其简单 用途非常广泛 拖车 雕 撑人 锁装锁点等等 都非常的安全牢靠 号称绳结之王 被使用者 命名为万能结 民间使用的练码扣 主绳 围绕手指 缠着一圈 将主绳奔着勾出 然后将副绳 双折 刹绳圈当中 我们收紧主绳 将绳绳树 钻刀杆上 非常的安全牢靠 而且此生结 用途非常广泛 我们拖车了 掉屋了 户外施工作业 都非常实用 而且解开方便 一拽就开 为民间一人 点赞加油 我们首先准备一根绳子 将绳头部分 这样对折 然后形成一个 折叠的点位 咱们拿起 短绳头方向 压住双绳 我们开始缠绕 缠绕的圈数 两圈 回来的同时 我们将缠绕着 跟短绳进行折叠 形成一个节点 然后绳环大小 自由调节 调节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窜入前方 这样进行拉伸 锁紧 直接这样一锁紧 一整理 就可以使用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学下这个方法 简单实用 受力 宁舌不开 非受力 拉短绳头 可以快速解开 日常生活中 户外锁装定点 定位 都可以使用 应急救援 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技术 首先 我们将绳子 给这么 一折 然后 两个那么一交错 丑子需要 非常的简单 就这么一交错 形成个八字 然后将这两环 给它 双叠 扣到一起 然后 给它套入 我们要 捆绑的 物体当中 我们进行收紧 当它受力的时候 它会 牢牢的锁紧 我们来 捆绑一些 物体时 用刺码法 两个 绳头 交叉 这样做一个 半扣 然后 这边的绳头 再做一个 半扣 两个半扣 做好之后 我们拉紧 两侧的 主绳 越拽 越紧 凝舌 也不带开扣的 其中一个绳头 这样折一下 另外一个绳头 从下 往上 穿入 穿入之后 我们这样 绕一圈 从这个 绳子下方 穿入 拉紧 越拽 越紧 大家看 首先 我们把绳子 这样打个圈 把这个绳套 绕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样 我们这样 形成一个绳套 然后拿着这个绳套 再从这个 主绳上 这样 再提起一个绳套 我们就这样 一个绳套 一个绳套 这样提起 一直打到 我们绳子的尾部 即可 朋友们看一下 我们到绳头 这个头的位置 大家看 我们拽紧 绳接即可 这样保存起来绳子 不容易乱 也好整理 大家看 当使用的时候 只要找住绳头 这样一拽 一根绳子 大家看一下 就完全的 展现在你的面前 简单实用的 这么一个 货运收绳节 简单实用 防止雷手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绳子 在一个固定的物体上 大家看 我们给它 这样 缠三周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把头的圈绳子 给它倒到中间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绳子 给它从我们的这个物体 头上给它穿过 大家看一下 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绳圈 大家看 这样我们在拽物的时候 直接拽这个物体就可以了 防止拽物的时候 直接拽绳子 会勒手 适合的一个绳子 给它对折 然后 往回一折 形成了两个绳圈 左侧的绳头 奔着两个绳圈当中 给它交错 掏过 同时 右侧这个绳头 也奔着这个绳圈 给它交错 掏过 然后我们进行 给它拉伸收紧 翻下个 收紧整理 这一个简易的单身牛肉嘟 绳结就处理了 刚开始我已经说过 基本上是牛柏镜的大小 这是牛嘟的大小 调整好大小之后 两个单结 两侧 锁子完成 本来是牛柏镜的大小